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这个亚洲最大的AI聚落 零口的新创园区哦 我们现在就位置在这个文化三路上面 在最中心点的位置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项目呢 是有日本三大职人共同创造的一个新的案子哦 走 跟着我们来看房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台湾买个家 嗨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这个亚洲最大的国际媒体园区 这个国际媒体园区呢就位在零口 那零口呢是整个新北市呢 应该算是最富有的一个城市居民居住在此了 那当然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媒体呢 即将进驻到零口 有些已经进驻了 包括了明视 TVBS以及未来即将进驻的东森 以及三立电视台都即将进驻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盖一个电影城 所以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呢就是很希望能够介绍给朋友们 能够来到零口来看房子 因为它的房价呢实在是比台北市还要来的便宜 而且真的非常的划算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算是当地的上市公司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零口的帝王了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全新的 才刚刚开始上市而已哦 那最主要是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的 就是除了地点 它是国际媒体园区在文化三路上面以外呢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建筑设计 以及它的这个是算是日本职人的三大职人的一个设计 都全部融入在这个案子里面 那主要是这个案子呢 因为它除了呢就是不像一般的住宅 它是不是纯住宅 因为它楼下呢是办公室 然后楼上是住宅 这个在零口算是很少见的 但是也是目前很稀缺的一个案子 因为其实在零口有很多人是在这边工作的 那当你呢住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边工作的话 其实你就很希望你的生活圈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住在零口的话 因为这里有长根医院 所以呢基本上你有医院有学校 那学校的话就有三个国际学校 这个国际学校相对来讲也是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因为它有国大尼 它有美国学校 以及这个康桥学校都是非常知名的国际学校 就位在这个新北市的零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品屋哦 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面积是38平 它的格局是三房两厅两个洗手间 那这个格局里面非常的特别 就是呢因为设计师他把这个日式的风格 把它注入在这个设计里面了 那这个房子呢因为发展商呢他们是做淋雨遮 而且呢他们有标准的配备 就是会给予客人隔音的地垫 那这个隔音的地垫就是房子这个声音啦 那如果说你这个住家楼上楼下有小孩子在跑的话呢 它也是有这个隔音的效果 那上面的话呢是抛光石英砖 但是在样品屋 因为我们为了要符合这个日式的风格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木质的地板 那我们进入眼帘之后呢 会看到这整个都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客厅 那客厅的洗手间呢 它都是有对外窗的 而且呢上下的收纳都是标准的配备 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格局交换过来 也就是说客厅跟餐厅呢做了一个对调之后呢 它整个客厅看起来就更为宽敞 那尤其是这个日式榻榻米的风格 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榻榻米的后面呢 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那这个窗户是一个中空玻璃 它基本上是6加6个mini 那这个低台的镀窗 所以它有隔音跟隔热的效果 那左边呢是它的主卧房 主卧房的话呢 因为它有两个就是完整的床头柜 所以也方便我们下床 那它这个独立的衣帽间呢 里面还有这个主人房的卫浴厕所 那厕所里面有马桶 洗手台浴缸以及淋浴 所以它是基本上标准配备呢 发展商它都是付给我们咯 整个这个高度呢 应该是有3米2左右 所以呢它在高度使用上面 您如果比较高的位置 还可以做一些除纳的空间 那整个厨房呢 因为这次的发展商呢 非常重视这个品牌的设计 以及因为配合这个建筑师 它的这个设计 所以他们就是配备了德国的 Bekerman的品牌 这个品牌呢 已经呢是125年的历史 那另外我们除台的这个 使用的品牌是美国杜邦的人造石 就是Korean 也是非常有名的国际知名品牌 所以呢它是可以防水防刮 那还有就是伸缩龙头等等的 还有这个压纹的水槽呢 也是可以防止水的那个波件 那因为在林口 我们总共有12座的高尔夫球场 所以这个12座的高尔夫球场呢 其实造就了很多台北人啊 或者是说 其实外地的人很喜欢来林口 打高尔夫球 那因为主要它是台地的关系 它的地势也比较高 那这个地方呢 除了就是有这个高尔夫球场非常多 那当然造就了很多的森林的 这个生态的环境 那很多人喜欢来这个林口打高尔夫球 然后顺便呢 就是买一个大概三房两厅两卫的一个 这样一个标准格局的一个房子 来作为一个度假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积呢 是非常适合一般家庭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小的面积 33平 那这个33平的一进门 它就预留了这个鞋柜的空间 这个房屋的格局呢 是两房 一厅 两个洗手间 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卖点了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家庭简单 基本上可能就是小夫妻两个人 那或者是退休的夫妻两位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所以呢 我们这个样品屋的空间里面 它有把这个 就是客厅的电视墙有改过位置了 那其他呢 基本上呢 看起来空间都是相当的宽敞 非常的大 而且高度也够高 它可以储藏很多的东西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 当然洗手间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咯 整个洗手间呢 开发商配给我们这个洗面台 就是这个American Standard的牌子 那这个也是算是非常知名的品牌 那如果说洗手间呢 我们要看一下 有没有对外的这个窗户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这个格局里面 目前我看到就是只有客用的洗手间 它才有对外窗 但是如果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就是没有对外窗了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次卧房 次卧房它的空间也非常的大 它主要是设计师还在里面呢 设计了这个书桌 以及呢 就是你两边都是可以下床的 所以有些房间呢 其实是非常小的 因为我们在都会区 会看到很多房间 其实你的床就是挨在墙壁 所以你只能单边的下床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空间的设计上面 看到它是两边都可以下床的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那整个格局因为它是非常方方正正的 所以如果说33屏这个面积 我觉得您觉得够用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最大的面积 登记面积有53屏 这个面积呢 其实它的空间算是最大的了 那总共是有四个房间 但是呢 我们在设计这个样品屋的时候呢 它已经把它做成一个三加一房 什么叫三加一房呢 也就是说 其实四个房间里面呢 它就是只有做三个房间 其中有另外一个房间呢 它把它打通了 就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这样子呢 可以就是设计规划 让你的客厅空间感觉看起来更大 那当然我们在一进门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lobby的落成区 然后呢 它比较有一个独立特色 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这个独立的衣帽间呢 就是方便我们从外头回到家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个对门式的衣帽间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L型的鞋柜 都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让家里面的这个 就是有一些尘埃 开放式的厨房空间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密闭式的这个厨房空间 那在现代人来说 很多人很喜欢做开放式的厨房 是因为当这个太太或是妈妈在煮饭的时候 它希望可以跟家人有多一点的密切关系 可以看到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的家人 可以跟他们有多一点互动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这个开放式厨房呢 它做了砍入式的一个冰箱的设计 那在样品屋里面 它当然做了这个Bosch的冰箱设计 那德国全道配备储具这个是发展商它所附赠的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没有冰箱以外呢 但是这个其他的储具配备都是有的 那后面的这个后阳台也非常的大 也可以做很多的收纳空间 所以当然你有打高尔夫球 或者是骑小拉车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这个运动的话 你有很多用品 包括行李箱等等 都可以放在这个后阳台 那这个房型的话它的客用洗手间 以及这个主人的洗手间都有对外窗的 而且开发商它有附这些卫浴的配备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天地这个B都有了 包括厨具跟卫浴设备也都有了 那您只要自己设计就是空调啊 以及这个装潢的部分就可以入住咯 好那主人房的部分呢 因为它有大面的窗户采光 并且它有设计两个衣帽间 那它是属于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 那在主人房因为通常这个 就是父母亲呢 或者是说夫妻的话 他要出门的时候 其实这个衣帽间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大家敢出门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要快速出门 他还有另外一个洗手间可以使用 那当然这个洗手间都是有对外窗的 所以这个空间设计上面来说呢 如果您家里的成员比较多的话 就很适合选择这样的一个格局 这次开发商呢 它跨国团队邀请了台湾跟日本 重金礼聘的知名建筑师 以及景观设计师 首先呢在台湾的部分呢 他们邀请了元宏联合建筑事事务所 柯宏宗 那另外呢还有三位日本的职人 首先呢是这个公设 公设的部分是由日本的嘉藤龙九 建筑师事务所所设计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景观设计师 是由福川成一 那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结构设计是由张银志 主演工程顾问所设计的 那当然我们的日本营造顾问呢 就是田中存夫了 那这位田中存夫呢 他是长期帮我们这个开发商 做他的这个营造的监造顾问 那他在日本有更多的知名的建案 例如东京铁塔巨弹 以及呢就是关西的国际机场等等 都是出自于他的手上的 那整个这一次的台日跨国团队呢 真的是重磅登场啊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呢 就是在建筑上面是非常紧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次我们请了这位三位知名的这个 日本的团队然后来跟我们台湾做合作 也是非常少见的哦 这个案子呢他除了有住宅以外 他还有办公室的设计 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当然呢这个办公室 他除了有全热交换机 以及高架地板以外呢 整栋大楼还有这个shop的医疗机 电梯空气清净器 这个在一般大楼里面是没有的 当然在我们新的建筑物上面就提供这样的设备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这个开发商的主管Alvin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大楼的设计 那这次的案子的话 其实我们在找设计之前 我们就是已经认定 其实它就是一个浓浓的这个商业气息 在这个林口的正中心的商业区里面 那这条路上的话就是文化三路 然后后面的话临着民友街 那其实大家讲到林口的这两个地方的话 就是知道说其实它就在林口的一个商业区的一个正核心的地方 那刚好我们这次推出的一个新案子 其实基地总共是922坪 将近快1000坪 那这样子一个基地条件的话 又是在一个很大面形的这个三面尼马路的这个边界基地 我们公司思考了非常多的一个面向来思考这一栋建筑物 那终于我们在从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期间 刚好我们就利用了一些视讯的会议上面的话 我们找了台日团队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林口的一个商业巨座 亚新新营座 这栋建筑物的话整个楼高的话是23楼 那地下是挖了5个楼层 那这栋的话基本上它的一楼 我们从正面我们就会分三个入口 那在一楼的入口的话 这里是一个办公室的入口门面 那我们每一个楼层的话 像这个是挖空了两个楼层的空间 那这个大概就是9米挑高 那住家的话基本上我们也是坐6米的挑高 再来一个很大的门面的话 是将近300坪的一个店面门室 基本上也是留一个大的一个门口路径 所以你从大门的话你会看到三个入口 那我们在商业的部分的话 我们上面写的Ginza Central Tower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上班的入口 那里面我们就是会有宅配 会有Reception 然后跟一个会客室 还有它办公室自己独立出入的这个大厅 有三自电梯 那这个大厅的话 我们大概通到我们2到9楼 好 大概这个我们办公室的楼层 那再来是我们的住家的部分 一样是有一个Reception 然后跟宅配区跟寿信区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住家的单独的 这个三自电梯 那它到达了楼层的话 就是我们到我们住家的子丁楼层 大概是11到23层楼 那在10楼整层的话 我们刚提到就是办公室的三自电梯 跟住家的三自电梯的话 一层六部电梯 全部都会到达我们这个公社的楼层 那这个公社的楼层的话 其实从文化三中看过来 其实就有一个还蛮漂亮的一个漂浮空中水游 那这个空中水游 其实我们侧面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点灯的动作 那其实水面上的话 我们整个深度的话是20米 宽度大概就是5米 那刚刚讲到侧面打光的话 其实它晚上会出现蛮漂亮的这个连衣 会投影在我们这个天花板上面 对 那这个水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用这个漂浮水游 我们还有一个SPA池 然后一个这个户外的交易厅 对那甚至那个交易厅 我们就有点下坎式的 对那如果说一般民众 可能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受到很多这个外面的风的阻挡 那甚至这个泳池的话 也是一个半开放的这个泳池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阳光晒啊 其实有采光通风也都不错 但是你游起来就不会觉得很冷 漂浮水游的部分以外 我们在隔壁的话 也跟我们自己的那个健身房 那在其他的公司的部分的话 在这个10楼后称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放了一个试听室 对那试听室的话 白天可能是这个办公室 他们可能就是产品发表会 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 可能是住户的这个一个剧院的空间感 那当然我们还有保留 就是正常的这个官员会空间 就是一个会议室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是因为台日团队 所以它在一些的建筑与会上面的话 它基本上其实用了很多日本的框架 像这个箱堤 它有正面的甚至侧面的 好 这样子来做一些装饰 那在日本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花格砖 你们仔细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每一个线条 基本上它是编织交错的一个横扎纹 那我们整个车道的话是在这个民友街 电动车其实前轮其实是未来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主流 那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部分的这个楼层 我们全部每个车位都加装这个充电电源开关 好 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个感想呢 就是因为在文化三路呢 它是属于林口帝王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在风水上面来讲的话是相当相当好的 因为有非常多的知名企业人士 以及医疗人员都住在这个地方 那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地点的话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哦 因为它附近的环境呢 除了有这个福伦公园以及新晋广场 那当然还有就是三井奥雷以及附近的家乐福等等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在整个生活经济上面 如果说你想要遛狗遛小孩的话 其实它都是走路几分钟的距离就可以到了 那当然这个开发商本身有很多知名的建案 例如这个天定星它本身就是一个豪宅的规划 那还有就是新月章它有两栋大楼 以及即将在明年完工的这个就是新联星的一个预售案 也即将完工了 那还有就是新上城它也预计在两年后就完工 现在目前已经在挖地集了 那有这么多的这个项目呢 都是集中在这个商圈的位置上 那当然这个商圈呢 其实它除了就是发展商呢 它的这些知名的剧作以外呢 其实我觉得它们还是不断的在成长跟进步 因为要配合时代嘛 就是永远不可以说栽在一个原点上面 你必须要一直不断不断的进步 所以你就要请了这个跨海的这个日本团队来 然后跟台湾来这边做一些连结 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在地化 因为要在地化呢才能符合台湾人的需求哦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际人士 能够喜欢台湾的这个建筑的作品 我希望我们台湾呢 这个建筑作品是能够更国际化的 因为当你更国际化的时候呢 你除了就是不认识有香港的朋友啊 或者是说住在美国的华人 以及说是住在日本的这些海外朋友 当他们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也都会相当的喜爱 今天我跟您介绍到此 如果说您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台湾买个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